今次画面呢,就看到一条非常非常经典的代数运算题目 那它主要呢,就是考考大家识不识,执着代数识 那玩了玩了就这样玩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那,以知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A加B加C的值 那第二个呢,就是A平加B平加C平的值 那然后我们找这些东西啦 那,理论上这两个以知条件呢 就已经够我们找以下一式和二式的东西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那先看一式先啦 那一式呢,那我们见到有两两双成的和 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值哦 那我们可以怎么找呢 那它给了一个二次方给我们 那又给了这三个数加在一起的和给我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那如果我们将一式,这条式呢 Square了它,二次方就会变成怎样呢 那就变成这样的 A加B加C 这块的平方啦 就等于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那再加 2AB加2BC A的平方 那你就见到首先 这一条式呢 左手边这块啊 左手边这块就是这块,零 的二次方啦 然后 A平加B平加C平 那我们可以直接套用这个1下去啦 那而右手边这块是什么来的呢 那我们抽个2出来呢 那 Groove这一堆东西就等于 BC加CA再加AB啦 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题目要求的要找的值啦 那所以 我们很简单啦 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 我们题目找出来要我们找的值呢 就是 负二分一啦 那将这个扔了 代回负二分一下去 那这条式刚刚好 左边等于右边的 那啊 然后 关于四次方 我们又可以怎样玩呢 那要做关于四次方之前呢 我们就首先 用些东西来玩玩啦 那我们试试看一看 拿这个 那如果拿这条一式 再平方的话 又会变成怎样呢 那一式平方即是BC加CA 再加AB 那这块的平方呢 那就会等于 B平方C平方呢 加C平方A平方 再加A平方B平方的 那然后再加2呢 乘以A平BC加AB平C 再加ABC平的 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形式呢 那当然就是给我们容易化解啦 那然后呢 上面这条式呢 那就会变成 左手边这一块 之前说过是负二分一 的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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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然后呢 这三个东西暂时 好一好 照样拉下来啦 那就是B平方C平方啦 加C平方A平方 再加A平方B平方的 那然后剩下这块呢 就2啦 那然后我拔ABC出来 那剩下的呢 就是A加B加C啦 那呢 虽然我现在 这一刻不知道ABC是什么 那但是我们 神组呢 就有一个献数 就是A加B加C 这块呢 等于0的哦 那就是 所以这块整个的积 就是因为这块等于0呢 那整个就可以浪费啦啦 拜拜 那我们就剩下一个这样的等式哦 就是B平C平加C平A平加A平B平呢 这块就等于 负二分一的平方的 也就是四分的啦 那我们有这块之后有什么用呢 那其实当然就帮我们可以顺利解决 A的四次方加B的四次方加C的四次方啦 那可以怎样解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啦 这个东西呢 A的四次方加B的四次方加C的四次方啦 那就可以化作是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再加C的平方啦 这个东西的平方 再减 以乘以B平C平加C平A平再加A平B平 那这块东西就是这样啦 那条式可以变成这样啦 那当然我们最后一步就是要代回数字啦 那这个我们可以直接代这一块啦 A平加B平加C平这块东西等于1 也就是1的平方啦 再减2 乘以我们刚刚上面计过这个东西 这个乘以一个四分一下去的 那所以呢 A的四次方加B的四次方加C的四次方 这块东西的最终答案呢 就等于2分1啦 搞定 这块东西等于2分1啦